嗨 我是沛莉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雅詩蘭丹夏日幣買的TOP5 五樣我真心愛用著明星商品 首先第一個絕對要買的呢 當然就是粉底液啊 我想你們對它應該不陌生 它已經連續出現在 我年度愛用TOP10的粉底液中了 夏天我需要去出席正式場合 然後會出門比較久 希望持妝度跟遮瑕表現都非常好的時候 我會很安心的使用這一款 那它全系列有16色 所以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膚色去做挑選 我會用到的色號呢 像是EW2 EWE 然後EN1我都還蠻喜歡的 最近也會用EC1 那我先直接上妝半臉給你看它的妝效 像很多彩妝師都說我的膚質很好 只是斑點跟小黑質多了一點點 但使用了它上妝半臉之後遮瑕度 大概有中偏高 毛孔修飾的效果非常的好 你看我素顏那邊的一整個比對 眼周暗沉 斑點跟毛孔的問題 它都可以直接上一層就改善了 所以我是出席正式場合 或者是拍照的時候 我很喜歡使用它 讓我的肌膚可以看起來更乾淨無瑕 那我是混合偏乾肌 T字不會出油 雙頰偏乾 使用這一款粉底液 我幾乎可以一整天 不需要補妝也不會脫妝 那我是上網查很多 油肌的網友也都大推 甚至據說連韓國知名的 SM集娛樂集團 旗下像是SUPERJr 少女時代 都會用這一款粉底液來 登台跳舞 然後持妝表現也很好 所以這一款真的是 我個人很愛好評也很多 平均7分鐘就賣出一瓶 絕對必買的明星商品 第二個必買的推薦是 雅詩蘭黛全新升級的氣墊粉底 它的持妝表現變得更好之外 遮瑕度也有提升了 它的遮瑕大概是中等左右 輕拍一層的時候 但是它可以去重複堆疊 增加它的一個遮瑕效果 另外它的妝感其實是很服貼 有光澤的 平時除了出門快速上妝 我會推薦使用它輕拍就快速完妝 或者是補妝很方便之外 其實我自己非常喜歡 把它疊擦在我的粉持久粉底液上面 你可以挑選白一個或兩個色階 然後把它輕拍在顴骨上方 你就會發現它讓你原本的底妝更有光澤感 那我今天示範粉底液是搭配EW2 然後氣墊是疊擦EN0的色號 光澤感很美齁 另外一邊我就直接用EW2的氣墊粉餅 也順便上妝給你們看 氣墊還有添加保養及冰水海藻精脆 所以可以讓的膚質保濕度更好 而且更服貼之外 這個光澤感就像是天生皮膚就這麼好 所以用氣墊粉餅上妝也是一個裸妝感的好選擇 我覺得它可以算是氣墊粉餅借中 包裝算是最優雅 然後遮瑕度跟持久表現我覺得都算是還蠻優秀的一款氣墊 第三口要介紹的是粉持久家族今年6月加入的新成員 粉持久神奇校色魔法棒 總共有四個顏色 那今天的影片是跟雅士蘭黛合作 所以他們直接提供給我順便來做示範跟介紹 那我自己先說我為什麼喜歡他們並且願意推薦好了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外包裝好了 它直接是雙頭兩種不同的質地跟刷頭 所以你可以直接拿來遮一些斑點痘疤局部的部分 這邊是可以拿來遮黑眼圈比較大範圍的刷頭 那它可以在你的底妝前做使用之外呢 因為它真的很輕盈完全不卡粉 所以就算你是上妝之後才發現 我的黑眼圈好像稍微需要再遮一下也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使用在妝後它也不會結塊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很好用 好我又素顏了 現在要來校正我的膚色囉 首先呢我先介紹這兩支好了 二號它是適合白皙膚色使用的一個全方面的遮瑕 黑眼圈斑點痘疤都可以用它 那三號的話呢會比較推薦給健康膚色的人做使用 但是普遍的黑眼圈不管你是熬夜或者是過敏造成的 基本上彩妝師都會推薦使用偏橘色調的遮瑕產品 所以如果像是黑眼圈比較深的地方 我自己也會先選擇使用三號去做一個堆疊校正顏色 用它遮完之後你會覺得黑眼圈真的有被改善跟修飾了 不會覺得說如果我一開始使用亮色的話 它可能會輕易快在那邊並不能完全遮住 所以偏橘色調的遮黑眼圈算是很自然的 但因為我本身的膚色比較白皙 所以我用完三號之後我會再堆疊一次淺色的 然後去讓它整體提亮看起來會比較自然 那第二層堆疊的時候我會運用按壓的方式 不要推開我原本的遮瑕 另外紫色適合壓力大腸熬夜 膚色比較暗沉偏蠟黃的用紫色去做校正 那黃色它一樣也是可以去改善暗沉 然後調整你的亮度 但它就適合真的很黑很黑的黑眼圈的人可以使用 那我另一邊的黑眼圈就直接用黃色來做示範 使用黃色明亮度整個明顯提亮非常的多 所以它真的適合黑眼圈瑕疵比較暗沉 然後需要高度去提亮的人 然後這一邊是使用橘色搭配粉色 相對的就比較自然 紫色的話我覺得它也很適合拿來當一個自然的打亮 可以把它用在鼻樑的地方 然後還有就是覺得印堂發黑之類的 你希望它整體亮一點點 你就可以用這個紫色 還有像是嘴角暗沉的部分 也可以直接用紫色 剛透過畫面應該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我只是運用校色的原理跟一些局部的遮瑕 可是卻讓我的氣色比素顏好非常的多了 而且是不著痕跡完全沒有粉很不卡粉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是非常有心機 很適合在你想要裝素顏的時候 完全是可以讓你的素顏逼 尾素顏的裸妝還要更裸 可是瑕疵都不見了 暗沉啊翻點都可以被遮住 我覺得它真的很棒耶 推薦大家一定要到會上去 親自試試看它的一個質地跟感受 第四款要介紹的是微分子隱形噴霧 大家都知道肌膚的保濕是非常重要的 加上夏天除了會曝曬在陽光下之外 在冷氣房冷氣的除濕效果 其實有時候比家裡的除濕機還要好 有時候你就會覺得臉變得很緊繃很乾 那像我自己是雙頰比較容易偏乾 我就喜歡用一些保濕噴霧來做個舒緩 穩定我的肌膚狀況 而且噴了之後也可以讓你的肌膚降溫 油水平衡會變得比較好一點點 那這一款的話呢 它是水精華 所以在噴的時候 它確實是可以讓你有感肌膚的保濕度變得比較好 妝前使用的話我覺得效果還蠻明顯的 它可以讓你後續的上妝變得比較服貼 所以我通常就是會妝前的時候 稍微的噴它一下 就是用它來做妝前保養 但是上妝之後噴它 我覺得也很棒 是因為它的這個專利噴嘴 比起一般的噴嘴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很細緻 所以完全不會去影響你的妝 你噴完之後 是沒有感覺的 甚至不需要做任何的輕拍的動作 它就沒有停留在你的妝上面 也不會讓你的妝變得斑駁 所以這一款 我覺得是你靠貴的時候 也可以稍微試一下的保濕噴霧喔 第五款要介紹的是 我覺得不管你要不要買 你都一定要認識的 完色戀愛唇唷 那我看到它的第一印象 是覺得 怎麼這麼長啊 CP值超高的 一般我們看到的唇彩大概只有一半左右 這種長度 但是它比別人還要長容量更大 你會覺得好划算喔 哈哈哈哈 但其實重點是 它們全系列都是這種桃粉色調 會讓人家少女心大噴發之外 讓你更顯好氣色 而且都是會讓皮膚變得更顯白的顏色 刷色在手上 你們應該可以很明顯感受到 它們的質地相當水潤對不對 因為它們裡面呢 有添加保養精油喔 像是紅石柳芒果跟巴西梅萃取 可以讓雙唇的保濕度變得更持久 好 那我現在要試在唇上給你們看了 試在唇上之前 我要介紹一下它的刷頭 真的還蠻可愛的 它們的名字叫做 玩色戀愛唇釉對不對 它們的刷頭也有一個名字 叫做 秋比特刷頭 仔細近看 你會發現它的這個刷頭是有弧度的 有點像是一個手的形狀 所以當你塗在雙唇上的時候 就像一個手 抱住你的雙唇 很輕鬆就可以塗抹得很均勻 我第一個試色的呢 是它們的主打色 淘氣芭比 它是帶紫色調的淘紅色 所以塗起來之後呢 你除了會覺得不顯老氣之外 讓你的膚色變得更顯白 像是很多韓星都喜歡塗桃紅色的唇彩對不對 這一款絕對可以讓你的桃紅唇是更亮眼的喔 第二個試的這個裸粉色呢 是能夠讓你氣質大加分 整個看起來超級自然優雅 好感度大加分的顏色 那有些人看到這種裸粉色都會覺得說 蛤 會不會讓我看起來病奄奄的呢 它完全不會 因為它的一個鏡面光澤感 水光感非常的強 會讓你整個人塗完之後 欸好優雅喔 然後呢你是自然裸妝塗它 好感度加分 如果你今天眼妝很濃的時候 你也絕對可以搭配它 去讓你整體妝感變得更協調 所以這一支的顏色 基本上我自己很喜歡喔 接下來這一支呢 絕對會顛覆你的想像 很多人看到紫色唇彩都會覺得 會不會很老氣呢 這一支它是帶有藍光的深紫紅眉色 所以顏色基本上算是還蠻特別的 加上它的質地 會讓整體的妝感 我覺得是變得更前衛 時尚 不會有任何老氣的感覺 而且完全不顯唇紋 還更顯白喔 這三款呢 是泡泡唇釉 它塗抹之後呢 是鏡面的光澤感 一整個非常適合拿來拍照 營造歐美巨星的感覺 第四個試的是 慕死之地的紅眉色 就是我今天唇上塗的 你已經看它很久了 有沒有覺得非常的耐看 而且可以讓整體的氣色變得很好呢 比起一般的紅唇 我覺得這個紅眉色 讓人看起來 好像更顯活潑了齁 我覺得它非常適合一般外出 加上今年很流行這種霧面的質感 它的質地 真的就像是慕死一樣 當你塗在嘴唇上 會覺得 怎麼這麼的輕盈 沒有任何的黏膩感 最後一款呢 是跳跳糖唇釉 主要呢就是金屬光澤感 可以堆疊在你任何的唇彩上面 增加它的一個光澤度 很美的偏藍光齁 那它塗完之後呢 一定要稍微的擦一下 再把它放進那個管身裡面喔 換完的話呢 就會有顏色不足喔 好那以上呢 就是這次雅詩蘭黛夏日必買的TOP BYE 我自己都介紹到 覺得超燒的 每一款商品真的都很精緻 跟它的質感絕對對得起這個價格的 所以真的一個東西好不好用 適不適合你 請大家自己去靠櫃試用 那這些商品都是我自己 真心也很喜歡的 推薦給你們囉 最喜歡哪一款呢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換你們給我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